红龙龙炮弹声响 三五快炮对空实弹射击 数百上千的红点火光 往远处不断射出 划破国之北疆东引的夜空 武汉晚间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 实施例行性的夜间防护射击 一光弹从高处坠下 点亮暗夜 每季一次的演练 刚好碰上台海紧张时刻 不止游客就连当地居民都格外注意 但这次的防炮射击训练出现插曲 一光弹掉下来 这个地方都是芒草 演练结束前一枚一光弹掉落 引发火烧山 国军打火抢救 幸好没酿伤亡 虽然共军大动作绕台军演 不过还是有非常多的游客 特别搭船前来大丘岛观光 并没有出现严肃气氛 TVBS前进马祖 日落前登上大丘岛 当地夜间音乐会不受影响 那不会担心说大陆军演的事情吗 不会 我相信我们国军 你说你在这边 打工换术 那会不会就是担心军演的事情 其实还好 就是大家好像都很紧张 可是其实我在这边看阿明哥 好像都蛮老神在在的 大伙席地而坐 抬头观星 却看到一个不明光点 疑似是共军无人机 飞越大丘岛上空 外岛前线 台海敏感时机 不影响游客登岛的旅游性质 TVBS新闻刘宜俊 张绿柯 马祖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